好我們是先來關心喔 今年過年天氣 可能要濕濕冷冷的囉 因為冷氣團要來報導了 不過這個中國呢 現在已經大雪紛飛 這個氣溫極凍了 而且中國慘到什麼程度 中國慘到現在是從春運 極凍到股市嗎 敏寬我們現在說一件事情 中國股市現在不行 但現在他們說不用怕 還好中國 台灣的股市啊 牛氣沖天啊 真的替我們中國人 爭了一口氣啊 現在他們真的是打雞血 打到真的不行了 中國網友還說 不要一直講中國股市不好啊 中國股市只有A股跟港股不好啊 台灣股市可是好得不得了 結果下面呢 另外一個網友就直接接了 哎呦這樣想一想 難怪台灣人都不想統一啊 真的是都不想統一啊 但我們說中國股市 各位慘到多慘 一千加跌停板 三千加跌8% 五千加跌5% 這居然是亡國之兆耶 我們說人在倒霉喝涼水都嗆到 廣東政旗局的局長 連名字都有事 為什麼 廣東政旗局的局長 名字叫裴光 哈哈哈哈 裴光 你說廣東政旗局的局長叫裴光 真的是不知道跟他怎麼說 真的本名喔 真的本名喔 本名真的叫裴光 裴光 就叫裴光 終於找到戰犯了 真的是不知道跟他怎麼辦 但這時候呢 蔡奇坐不住了 蔡奇就出來打雞血喔 就說就在這個時間點我們要暢想中國經濟的一個光明面喔 但沒有想到呢 這個時候又出現了那種很奇怪的新聞的一個報導 狠狠的打了蔡奇一巴掌 發生什麼事呢 據傳有人啊 他早就看空中國的一個股市了 然後呢 他就放空喔 前前後後賺了13億台幣 不是說不准放空嗎 後面說不准放空 後面當局說不准放空 不准暢空喔 但我們不得不來談幾件事喔 我們說現在中國呢壞的一路都在跌也就算了 可是中國電動車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嗎 對不對 連整個特斯拉都被比亞迪打到在地上爬了 可是呢 比亞迪打敗特斯拉有沒有比較好 也沒有比較好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說最好的一個生意是兩個人都贏嘛 可是呢 中國很厲害 中國就會把生意打成兩敗俱傷 什麼叫兩敗俱傷呢 比亞迪過去股價在三百塊喔 跌到現在跌到一百七 已經跌超過整整三成喔 你當了全世界的第一名 一點用都沒有 還在破底當中 那我們說這個也算積優生了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把中國那些名氣全部調出來 又起嚇死人啦 過去一年當中 平均跌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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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口袋 本來有十億的 現在剩四億了 結果很多人是連日子都不好過 為什麼連日子都不好過呢 這一波的問題的一個重心 各位在房地產 結果房地產神了 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遼寧一個高級社區 這個高級社區 你這樣看看不出來喔 先跟各位說那邊有六棟大樓 六七我跟你說這邊有六棟大樓 六棟大樓喔 現在近二十多萬網友下巴全掉了 為什麼呢 就在這麼冷 濕濕冷冷的夜 這麼冷的天 現在都是在整個寒冬當中 你去看那個六棟大樓 只有一盞燈亮著 怎麼只有一盞燈亮著 好像鬼城一樣啊 只有一戶人家嘛 我們說這個是地表奇觀耶 這真的是另類的鬼城耶 住在那裡心裡不發毛嗎 好多人就說這個到底是守夜人 還是打羹人的燈啊 六棟大樓喔 各位遼寧的海警房 這是高級社區喔 就這麼一戶燈光 就這麼一戶燈光 真的是大家嚇死了 好 你說這個是房子 那過年要到了嘛 總是吃吃喝喝 難免都要嘛 各位 過去中國呢 他們很簡單 他們的看民生指標 就看養豬 過去養豬是發大財啊 現在養豬要跳樓了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的成本在三十五塊喔 結果現在賣豬肉 只能夠賣三十塊 我們現在談的是人民幣喔 但今年特別怪 這麼便宜了喔 整個豬肉罰人問津 買不出去 買不出去 大家能省則省 所以銷量少了三分之一喔 現在都快過年了 現在該要怎麼辦呢 一直到目前為止 仍然不見起色 然後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最近不是村運嗎 人類最多的人口的移動 對不對 這次村運 真的是運氣不好 大風大雪加大霧 我們來看喔 中國大雪紛飛 雪真的太大了 包括湖南跟湖北 有三個市場喔 直接這個屋頂撐不住 直接壓垮 壓垮完之後呢 目前呢有兩個人死亡 還有十多人受困當中喔 現在看到的這個市場的一個鏡頭 我們來看喔 現在不是大風雪嗎 很多人的屋頂 是不是滿滿都是雪 所以要除雪對不對 結果要除雪的時候 這個人你看 被整個雪直接KO 還好他後面有爬起來 旁邊的人看到嚇死了 那個雪是直接崩下來 就從他的頭打下去 唉唷 那個雪其實很重欸 非常重 非常重 冰塊打下去 沒有錯 就直接這樣打下去 真的是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那我們再來看喔 另外一個部分 這個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也是在整個湖南湖北這一帶 他們說就去上個廁所 忘記把窗戶關上 又請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暴雪從洗手間灌進來之後 從洗手間灌進來之後灌滿全家 他們說這樣子沿路一路喔 只是開了一個小窗戶喔 前前後後清了七個小時 清了七個小時 居然家裡面都在做雪山啊 這個不知道該要怎麼辦啊 然後最近村運的最可怕的事情 要發生什麼事嗎 湖北大雪 然後村運寸步難行喔 一群人就在整個高速公路上面 困了三十六小時 有一個司機大爺啊真的是忍不住了 下來之後他把血啊比較乾淨的血 鏟到鍋子裡面去 他自己有鍋子嘛 他自己燒熱水 煮雪融水喝 然後融水喝完之後呢 大家就看他有水對不對 去跟他說 哎呀大爺大爺啊 幫你一點水給我們 我們煮個雞蛋啊 我們煮個泡麵 先吃一下這樣也行喔 然後呢 鏟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高速公路上面全部都卡死對不對 寸步難行 他們在高架上面 下面有那個人好心啊 他說你們這些人這樣子 日子怎麼過 用吊架 從地面吊掛物資上去 從地面吊掛物資上去 運送開水啦 運送一些吃的啊 不然他們在上面寸步難行 全部都是血 而且不能動 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後好多人呢 特別準備開水 運上去運上去 因為很多小孩真的肚子餓啊 真的不行喔 然後我們來看喔 居然有一個家庭啊 困在車鎮當中五十多小時喔 五十多小時 困到後面哭了 哭了 哭到大 真的是大人都哭喔 他說讓我回家 回哪個家都行 回我自己的家也行 回我爸媽的家也行 因為村運嘛 他就是從他本來的家 要回到老家去嘛 結果就在路上 困了五十幾個小時 你看一個大男人 五十幾個小時在這裡 動不了又冷啊 所以現在的中國完全凍結 一片 不管無論你的錢 也被動住 連整個車也被動住 最慘的是心情也被動住 為什麼呢 大過年的各位 去想想看 股票也在跌 整個高速公路 通通動不了 心情怎麼會美麗呢